城主为了羞辱贴身丫鬟 竟让一群男人在青楼围观他当鞦韆 看着貌若天仙的女 以下的男人顿时兴奋起 听着男人们的乌言慧语 城主竟得意地笑了起 他就是要当众折辱谢盈 让他向自己求饶 保证以后再也不想地逃跑 原来昨晚谢盈为了逃离城主阴景 竟联合好友欺骗他拿到粗城令牌 但没想到英姬立马反应要过来 待人封锁全程搜捕谢盈 当天晚上就将他绑了回来 谢盈 你费尽心机想逃跑 你真的我爸还杀了你 那你就杀了我 让我警察 英姬被谢盈的一番话激怒 于是将他扛起准备给他一个教训 无愿就犯的谢盈 咬伤了英姬的耳朵 本以为这样就能逃脱他的魔掌 没想到英姬一把抓住他的头 将他甩到了床上 放开 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 这句话让谢盈想起三年前 他被迫嫁给英姬时遭受到毒 当时他也说了同样的 此刻谢盈只觉得绝望至极 他不明白自己的爱人 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可英姬完全不知道谢盈的遭遇 甚至在看到他对自己的抗拒后 觉得他是要为英姬守身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更加折磨谢盈的方式 他拿出一串千颗珍珠串成的相面 让谢盈给城主夫人戴上 但这珍珠 四年前英姬也给他送过 那时的城主还只是萧家的养子 他为了给谢盈买下一颗珍珠 愿由兄长对自己拳打脚踢 一拳五两一共五十拳才满下这一颗 可现在他却拿出千颗珍珠送给城主夫人 还要谢盈给他戴上 可纵使万般不愿 现在只是个婢女的谢盈只能照顾 可就在他要接过项链的时候 英姬竟故意掐断项链 千颗珍珠瞬间洒落一地 即使知道英姬是在不意刁难自己 谢盈也不敢违抗 因为自己家人的性命 还掌握在身为城主的英姬手中 他只能乖乖听话 一颗一颗地将珍珠捡回来 即使手指流血也不敢停止 然而英姬收到带血的珍珠后 不仅丝毫不关心谢盈的伤势 还要求管家确认珍珠的数量 当得知珍珠多出来一颗后 英姬瞬间慌乱起来 因为多出来的这一颗 一定是自己送给谢盈的那一颗 看得出来英姬是很诈服谢盈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这种行为只会让谢盈离他越来越远 可英姬完全不明白这点 他又想了一个折磨谢盈的方式 英姬沐浴的时候叫来谢盈 粗暴地将他抱进浴池 逼迫他偿还英姬留下的债 被逼无奈的谢盈 只得听从城主的命令 谢盈摘下发带绕到了英姬的脖子上 接着将他推到水池边强吻 看着谢盈如此娴熟的动力 英姬只觉得内心酸涩 他觉得这些 都是谢盈之前用在英姬身上的手 于是他泄愤般地掐住谢盈的脖 等谢盈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鞦韆上 还没等他弄清楚自己的处境 就被英姬一把推走 谢盈这才发现自己被绑到了青毛里 看着如此绝情的英姬 谢盈内心对他仅存的希望也彻底心理 可他却挣脱不开绑在自己的绳子 就在这时 一枚飞镖割断了鞦韆 原来是谢盈的好友 白玉成的丞相齐艳救了他 看着被带走谢盈 英姬竟急火攻心吐了一口老血 可他在急什么呢 不是他将谢盈推出去的吗 关注巴俩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